好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四大笔话和三大笔法 为什么要给大家讲这个东西呢 无论是我们成年人还是我们中小学 特别是高中生 如果把这个四大笔话和三种笔法掌握的话 应该说我们写起来的一般的汉字 再加上一些结构就非常好写了 这个四大笔话就是哄术片那 大家看我写一下 顿 拉 顿 顿 拉 提 露尖 顿 拉 提 露尖 然后是压 顿 提 特别是那话 这一个那话它包括三个笔法 有清道众是压 有清道中是压 它和我们写这个点话是一样的 看点话悬空下来 慢慢查压 悬空下来的时候呢 这个笔是不能停的 这个地方呢 它是个顿笔 怎么样顿笔呢 你像我们这四种笔画 它都有顿笔 这个前面三个笔画的起笔是顿笔 就是一个切的动作 也就是说 我们把笔放下来 大家看我写这个长横 斜着这样 放下来 停一下 拉着走 再这样 按一下 压下去 停顿一下 所以这里边我们注意 你这斜着放下去 不要动 拉着走 再来按一下 不要动 抬起来 也可以怎么办呢 你这样压一下 再回来 但是呢 这个动作可能就重复了一下 那么 我们看路肩的笔画 像玄真术 屏画 还有纳画 这三个位置 出风 露肩呢 都是这个 踢的动作 所以我们 用笔楷书 它主要 是这三大笔法 那下边 我 把这个笔法 用上去 把四大笔画 书写给大家看一下 看 斜着走 压下来 不要动 拉着走 再斜着 按一下 这个角度 玄真术 看 斜着 按一下 不要动 这个顿笔 拉着走 直 中指一台 漏家 这是 中指一台 笔画呢 是 把这个 玄真术 是斜着走 略带 弧度 看 顿笔 拉着走 抬起来 看 放下去 不动 拉着走 抬起来 所以后边 抬的时候 要连贯 这个 那儿 应该比 全面三种笔画 难写 为什么呢 我们中间有个停顿 这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压 这个习惯啊 是有轻到重 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呢 不太 这个 不太熟练 导致我们 在习惯上 容易 先重 后轻 这是先轻后重 大家看一下 鼻尖悬空 这样看 斜着 慢慢落下来 停一下 加重 顿笔 然后向右边 拉过来 抬起 漏肩 在这四大笔画里边 我们都有一个动作 在行笔的时候 叫 拉着走 那我们如果把 这 四个笔画 写好了 那同样 我们 只要掌握这个 压力动作 向点画 也就会写了 肩而弯 那么我们再来拓展 像 我们写 单人旁 像我们写 双人旁 像我们写 这个木字旁 所以说这个横竖要写直 哪怕写的要写直 像我们写这个 踢手旁 像我们写这个柚子旁 只要拐弯 就顿笔 再比说我们写 草字头 再比说我们写 人字头 写低 纳高 顿笔 出纳脚 再比说我们写 三点水 看这个踢 看顿 踢 笔法 然后像我们写 土字旁 看顿 踢 所以说 有这四大笔画和三种 笔法 我们 在每一次在 练字之前 可以把这四个 笔画 再结合这个 偏旁的 偏旁部署 这样去练 这 我们可以把这个 空笔问题 解决 就是解决 空笔 这个空笔处理好了 我们再上结构 把结构的问题 未必需要去练 关键看 你对一些结构技巧 可以买一些工具书 大家 我一直给大家推荐 是这本书 这个肩价结构 72节 72节 价格不贵 再结合这个看 我们 对练字 这样来说 提高就很快了 好 谢谢大家